MING PAO TORONTO 哈喽大家好,我是朋友NioDev 今天我們來講講這個鮮魚的對待 後宅他的經驗效率到底是如何 那大家都知道 這個食物你必須要買食物 才可以增加他這個食物的點數 那这个咖喱最简单 你只要花50油就可以补充5000点的这个食物 而且还有额外的5%经验buff的一个能力 那接下来这个训练呢 后载开启的这个格数呢 其实也会跟那个经验的累积有所关系 那怎么去算呢 其实整体而言 这个经验你放一只当然会得到100% 那你放越多只呢 一样你放一个咖喱 它可以获得的经验量是会乘以一个倍数的 当你只放一只的话 一个咖喱就是转换成100%的经验 那如果你放满6只的话 它会转换成3.6倍的一个经验 越放越多 你咖喱的转换效率会越来越多 当然你能放的越多 它单位时间消耗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 能多吧 吃的比较快 这应该很好理解 那当你后载放越多箭数的话 它其实每一只分到经验会越来越少 当第五只之后就是以68%为计算 那你前面放的比较少 它当然一只拿到经验比较多 可是它的一个单位转换率反而是下降的 那最有效率的话 就是放到五只六只 这样子单位的咖喱转换是最有效的 好了 那我们知道了 这个放的人数会影响到 它的总经验获得 还有个人经验的一个分辨效率之后呢 那这个经验还有什么去影响 当然指挥官的经验也会去影响 那这个公式是指挥官的经验 乘以12加240 所以这个基础经验呢 是看你指挥官的等级去做决定的 再来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舒适度 那这舒适度其实也是有量表的 舒适度其实你越多 它当然给的buff会越多 从70开始就给你的41% 还蛮多的哦 你看100就有加50% 200加60又怕 到了300直接加75% 这边是最最最最划算的地方 那300以后你到了400 它只多增加5% 所以300以后你要再往上升 这个buff是越来越少 而且越来越难升 基本上你就朝300前进 那如果你要拼到很高很高的话 除非你要把所有的家具全部买齐 包含课金的家具也要买齐的话 才有可能去突破这个400大关 好啦那当我们有这个后宅的基础知识之后呢 我们开始去计算 这个后宅可以为我们带来多少的一个经验效率 假设今天我是指挥官等级100级 那我舒适度是到300点 这应该不难 那我会有75%的一个经验加成 那食物呢我全部都丢咖喱下去 会有5%的经验buff 那人数我放了6个人下去 所以6个人刚刚看到的公式 他会给回馈我们3.6倍的一个经验转换率 那时间我放了24小时 那总共6个人我们24小时 我们拿了22万8千点的经验 那这咖喱呢花五石油可以等于换了5000点的这个食物 等于说你100点相当于一油啦 那刚刚的公式我们看到 6个人他一个小时要消耗了4300点 那24小时总共消耗这么多 相当于我们花了1036油去放咖喱 去放它24小时 那我们把这个总经验除以这个总油耗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每一油可以换得220.5的经验 这6艘船哦 这6艘船同时都可以换到这样的经验 好的刚刚后载经验我们会算的 那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12张在周回的时候经验的有耗比到底是多少 那这今天我们是在12之四道中周回 好那道中周回其实平均的这个经验大概是1024 因为你会打中级或是大型 那姑且不论我们就以道中平均是1024 这个经验去下去做计算好了 好的那今天我们不去控制旗舰MVP 也就是随便你怎么带那如果全部都打中型敌人的话 我们会有1024乘以7.5就等于说是除了旗舰以外的人拿到MVP 因为有时候12张不是这么好旗舰拿MVP 因为对空的要素有时候对空打伤害还比较多 所以我们姑且不用旗舰当MVP的计算去算出这个经验 所以等于说你一场会有7680点 那这个7680点除了我们这个经验优好比相当于是34.8 这什么意思 这等于说如果我们要拿到跟后宅一样的经验优好比的话 我们等于说6船我们必须只花费34.8游一场才能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优好经验比 听起来是不是很夸张 你知道吗34.8游这非常难做到 基本上你上了一堆白皮蓝皮纸皮这些比较低优好的6艘船上去 最少你还是要花到54游差不多也是50游左右啦 那就不用说你可能还会放一些本来就比较强势的角色 你想要把它练起来那肯定油耗绝对是不便宜的 通常都破了670以上 还有科研船的话那油耗是更是高 所以你一场只花34.6游 通常上满6船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所以啊这个后宅的油转换成经验的效率 非常非常的高 这高到你在12知识 道中6船总油耗必须要低于34 才有可能跟我们这个后宅相提并论 不过后宅有个缺点就是要花时间 这个是我们花了24小时拿出来的这个经验 那你打一场道中可能会很快 可是相对的油耗经验比就没有那么高了 那后宅有后宅好处 那你打道中就是快 比较快能够拿到手 可是呢今天假设我们是在一样的油耗水准情况下 假设今天给你5000油 那你要拿去打道中好呢 是说你要拿去后宅蹲24小时呢 这就要看你的一个取舍了 因为每天给你的油量是固定的 就系统给的无刻给的油是固定的 你要怎么做才能把这个最有效的油金笔做出来 当然后宅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你开了六格 六格越早开那你拿到的这个效率会越好 好的那接着有人去问啊 那如果把剩下的油拿去跑1200委托的话怎么样呢 我这边也计算出来了 当你去跑1200的话 一样你六艘船总共拿了1800嘛 这样乘起来除以这个油 等于说你每一油可以换到90的这个经验 那这90经验其实算起来也不是很多啦 那如果说你用后宅加1200 我一天跑两次1200哦 这加起来的这个油耗 已经是差不多一天百给的一个油耗了 这样子加起来呢 我们的油耗比一样是来到129.6 那相当于你在12之士花费了59油 可以拿到的经验 好的我相信还是会有人问说 如果我多出来的油 去跑1200还是去周回哪一个比较有效率 刚刚也算了吧 那你打12之士到中这么多 那你平均一场就算你抓到75油好了 75油算出来的油金比也是超过一百多 一百多的油金比一定会比我们这个1200跑的委托 来的有效率 那委托有什么好处 那委托一定会有好处啊 他可以拿到比较多的钱 一次起码就四五千 还有附加其他的一个比如说金苏或是方块 紫菜之类的 那你去打12张 拿到钱 这油耗很高 那六团下来你一定打不了多少场 那等于说你的钱便少很多 虽然说你的经验拿的比较多 但是你的钱相对也少了很多 紫菜量说实在的 应该也没有比这个单跑1200来的多 因为你打的尝试其实也没有到很多 好的到了最后结论部分 最后结论就是后载的经验效率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你喂好食物 当然可以拿到不错的经验效率 那你开满六格 也可以提早让你多练几个人起来 千万不要再忘记喂他食物 因为忘记喂他食物只会拿到二十分之一的效率 这非常非常的差不要再不为你家的见娘了 那平时每一次就是后载放着 每一次打打12张打个几场就好 不用特别弄不用特别干 没有钱的话去跑1200 不用去跑7之2 因为7之2其实你的经验效率不好 资金其实也没有比较好 你多的大概就是紫菜 其实真正有效率的话 是你把所有的资源投入在活动 活动你去打精英怪 给的装备图纸量啊 紫菜量啊金钱都会比较好 甚至活动点数兑换出来的装备 资源回报率都是比较好的 你把资源投入在大型活动里面还比较好 比你去挖一堆7之2 花了一堆时间还要有效率 那这些时间剩下来 你就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了 好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不妨帮我点个赞 让我知道有多少人喜欢这种类型的影片 那有问题的话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我是草妹妞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